來賓196號請到5號櫃台 謝謝 是這個嗎 對 好 謝謝 來賓196號請到5號櫃台 謝謝 來賓196號請到5號櫃台 來賓196號請到5號櫃台 1號櫃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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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金融卡嗎? 對 是金融卡嗎? 對 前陣子被刀刷 所以想說 把卡片給 有 你要不要換成沒有油卡 你是會 只有油卡就知道卡片有 因為另外一個他就加強 比較不容易被側錄 好吧 但是他沒有油卡功能 那沒關係 那就換一般的電力卡 好 不好意思喔 你這個是在錄影過年嗎? 喔沒有沒有沒有 你好 我這個因為我們銀行過年在錄影 喔 這邊的風是有夠大的啦 好啦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卡片給弄好了 來吧 該回去了 該回去了 要回去了 要回去了 要回去剪影片 我剛剛已經把就是今天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已經先在上午 現在才1點 我已經把它處理完了 一來是 我PC Home啊 要把我的那個退費單給寄回去 因為 之前我本來要買這個腳架 可是在PC Home那邊訂貨 結果發現缺貨 所以他要我自己退貨 然後並且要寄那個退貨單 所以我覺得有點麻煩 那 剛剛上午就處理到這是其中一件事情 那 第二件事情呢 是我的卡 因為我會在 用手機 然後APP那邊 直接用就是 金融卡是一些消費 可是有些APP 它會直接記錄你的金融卡 然後並且 定期幫你再刷卡 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賤 我刷個100 200 我就覺得算了 重點是它刷的是 3000 4000耶 而且刷了兩次 第一次我就覺得說 好吧 當我雖小 那 幫我取消掉 結果後來發現 他竟然在這近日 竟然給我刷第二次 然後我就說 媽呀 你們是到底怎麼回事 缺貨成這副德行嗎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受不了 我就 這件事情是前兩天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 前兩天剛好是假日 所以沒辦法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禮拜一 直接在上午又去玉山 把那個卡給換掉了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剛剛 剛剛雪兔就是在 拍 玉山裡面的 樣貌啊 然後或者是 想要側錄一下 我在辦事情的影片 結果 檢問就過來講說 那個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沒辦法去做露營喔 真的可能 怕會有觸及到一些 霸條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其實我只是想要做個那個紀錄片而已 我沒有想要幹嘛 真的 我也不是別的地方拍過來間諜耶 我是在這邊邊的櫃台 然後旁邊就有那個一個櫃姐一直在問說 那你是做攝影的嗎 那你是在拍風景啊 要做什麼剪MV之類的嗎 我就講說 對 我是一個剪輯人員 然後 那我這個只是想在做個紀錄片而已 然後結果那個櫃姐就非常感興趣 就說 我對這方面真的很有興趣 好想要就是多了解這方面的產業啊之類的 而且那櫃姐還蠻漂亮的 欸我真的覺得那邊的 真的是玉山銀行 那邊的櫃姐個個都還蠻漂亮的 超強的 除了一些資深的 真的已經有年齡的催 已經有歲月的催殘的 那 那一個真的是沒辦法 沒辦法講些什麼 意外的其實都還不錯 這樣講會不會被罵 我還是不要 就那個剪掉好了 剪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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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們換一個地點好了 這邊的燈光感覺好像比較好一點 欸 欸 欸 kène 這一 這一據假髮 是阿淨戴的 她現在變韓國辣媽了 對 沒錯 超像的可惡 然後不覺得 不覺得這劉海很像那個 哈利波特的那個嗎 Half Puff 夠了夠了 超像的可惡 哇小燕超 超屌的 這就是小燕的審美觀 所以這次不要找小燕 這次不要找小燕 太可怕了 可是 可是這一個頭髮啊 我覺得很像那個 就是跟那個乾乾的老婆的那個假髮 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真的很假 黃金的 所以這個是給愛的假髮 沒有 我覺得這不一樣啊 頭痛好智障 很像那個資深堂的那個廣告 一拉下來這樣 原來是難的